歌詞 將音樂 換聲 聽歌的時候 很多事觸動心靈 引起共鳴的 往往就是那幾句 入心入肺的歌詞 歌詞的世界其實很大 始終密 始終有密 主人提及萬片分手無數的動 歡迎大家收聽第113集的詞中密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阿寶 今天講一個填詞人 是因為我昨晚發了一個夢 這個夢很古怪的 就講我在一個健身裡面 就認識了一個 都幾有型幾帥仔的中佬 叫做周麗謀 也就是由80年代 就在填詞界很出名的 雙周之一 周麗謀 在一個夢裡面 他很大隻 很帥仔 一個很有型的中佬 看上去就比他的年紀年輕 當我知道他是周麗謀的時候 我都嚇了一跳 而且在一個夢裡面 他還做了DJ 當然真人來說 我沒有什麼運氣 去認識這些填詞界的大佬 所以其實我對他的樣子 並不是那麼熟悉 結果我起了身 醒了之後去Google一下 就發現真正的周麗謀 就不是我夢裡面的周麗謀 不知為何發了一個這麼離奇的夢 今天就因為這個很奇怪的緣故 我就決定再講一下周麗謀 之前曾經講過他兩次 一次就是講他跟林億年的合作 另一次就是講他跟陳慧琳的合作 周麗謀填過成二千多首歌詞 跟無數的歌手合作 今天就想講男的了 而且一次過想講三個 在香港來說 能夠名符其實稱得上做天團的 這隊組合只有草莽 能夠紅足三十年 吸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粉絲 你說他們老嗎 他們跳舞比很多年輕人更厲害 你說他們out嗎 他們的舞台造型 曲風 唱片的概念 很多時候都很原創而大膽 論當時得令 當然琴不上現在的MIRROR ERROR 但草莽是紅到去台灣 紅到去大陸 紅遍所有華人的地區 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我相信 現在香港要出一隊這樣的天團 真的很困難 由於草莽成員蔡一志本身 也是一個designer 對於整個草莽的品牌 他都很用心去經營 還有永遠都狀態 那麼fit 那麼有型的蔡一傑 還有賣高檔西裝 用自己做生蕉牌 穿得非常有型的蘇志威 加上草莽這個品牌 往往是跟最top 最有sense的音樂人合作 很多時候 尤其是蔡一志的高要求 無論是MV的concept 或者在演唱會裡面的concept 整件事都是很多時候 會帶給人耳目一身的感覺 在現在都算是已經抹落了的香港樂壇 無論他們今時今日的歌 或者是他們當年的歌 有很多 聽起來都不覺得out 而在1989年到1994年 那個四大天王年代 周麗謀為草莽填過好幾首 到現在都很經典的金曲 草莽在1988年出道 到1989年出第三支唱片的時候 就已經有周麗謀為他們寫第一支sidetrack 可能比較少人聽過 而這首歌叫做愛情來了 不應說話 不應招架 不應該害怕他 從前所聽難定真假 任由感覺來定偽詐 愛從來了你不必咬著眼 不應要是愛 不應發問 不應鬥陣 不應相目閉緊 從前所聽 按掉好馬 任由感覺 用調句懲怕 愛情來了 誰叫你不應客酒店 誰叫你要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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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你愛他 哪哪哪 誰叫你要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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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愛過也將 馬連成斑馬 周麗某以前都說過他擅長寫情慾 而且他寫的歌大部分都是大陸的情歌 但他寫情慾方面往往是另闢途徑 能夠找一些比較刁鑽的角度去寫 我曾經說過他寫了很多情慾的歌給劉美君 事實上在草蠻的歌也加了一些情慾要素 以下這首倫永亮作曲的《蜘蛛女之吻》很特別 因為是蜘蛛女大戰草蠻 連歌詞都說蜘蛛女編織一個網把草蠻擒住 周麗某很巧妙地把草蠻這兩個字很完美地放在這首歌 成為蜘蛛女的獵物 整件事變得很形象化 非常好 周麗某很難看 於是我們今天是蜘蛛女之餘 全民的獵物 別惹外 а禁酒 以下 攝影師 我們在盡力而獵物 的一切 亦沒有人們會離開 那細鳳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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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边输出人有画年你三支 你乖乖的送上时迟 耶知诸 我翅膀显著 我翅膀显著 烈闻之间共世着心意 耶知诸 我翅膀显著 我翅膀显著 烈闻之间将你这身当困住 用那支猪的八手之肥 我保紧拥抱自想法 你闻死 截止烧光所有的空气 不肯拥放过给你留余悲 烈闻空空的旁却放下你不利 转身的此笑说把你写 但知心的地困惑动过三四 但这只可怪习自卑 耶知诸 我翅膀显著 烈闻之间 烈闻之间 轻世着心意 耶知诸 烈闻之间 将你这身当困住 我翅膀显著 热火的黑暗夜 人吻之间 吞噬着心烟 耶知诀 热火的黑暗夜 吞噬着黑色的 人吻之间 将你这身都困住 耶知诀 热火的黑暗夜 人吻之间 吞噬着心烟 耶知诀 热火的黑暗夜 吞噬着心烟 耶知诀 热火的黑暗夜 人吻之间 吞噬着心烟 耶知诀 热火的黑暗夜 人吻之间 将你这身都困住 池中密 池中有密 为你写的歌 救命者不深信 即行即光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 无数点多 回到第二节的池中密 继续讲周丽谋和草猛的合作 在90年的时候 草猛出了三只唱片那么多 周丽谋呢 也都在最后的唱片里 贡献了四首歌 刚才播过的蜘蛛女之文 就是其中一首了 那时候草猛因为失戀那首歌 大红 气势逼人 到了1991年的时候 周丽谋帮他们写的一首《亡情深巴舞》 就成为了他们的一首经典作品 一句 《一起深巴舞》 《勃走不满》 《发泄法泄你苦门》 一定要配合草猛的特殊舞步 才救这个经典 当然现在看回三十年前的舞步 是有点凉的了 但是呢 这首歌亦都红足三十年 成为草猛一首很重要的代表作 在不同的演唱会里面 他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改編这首歌 令到这首歌 在他们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风味 尽量令到不会那么out 这个失戀的心情 失戀完之后去了狂欢 一般忘记自己的不快 跳舞跳天光这种的题材 基本上每个年代都会有这个共鸣 虽然这首歌叫做《亡情深巴舞》 但是那种巴西深巴的元素 其实就没什么 是前奏勉强有些南美的元素 但是我觉得《亡情》这两个字 才是最重要的元素 在听的时候或者唱的时候 都能够抒发到自己的不开心出来 声音哲深半 没有点苦悶 为何益之心 habe我继续沙漠 来毛怀失丸 都必使难心算 来共青空歌起舞霸 快与我跳这个森巴舞伐 孙子情人不顾 一起森巴舞 握手不满 发泄发泄你不满 一起森巴舞 走开不满 让空快与困牢交换 情人与啤酒馆 吊下鳥要再去副馆 情人尋身搬去 你也要去反馈 情人打转 别为旧爱斗断 来疼情侯歌起舞伐 快与我跳这个森巴舞伐 孙子情不顾 一起森巴舞 握手不满 发泄发泄你不满 一起森巴舞 走开不满 让空快与困牢交换 一起森巴舞 握手不满 发泄发泄你不满 一起森巴舞 走开不满 让空快与困牢交换 好 好 好 我ס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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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亡程參巴舞》的確草莽的歌謀應該聽過無數次 周麗謀為很多歌手寫歌 但如果你說節奏很強勁、有搶耳的歌 在草莽的話就可以找到比較多周麗謀這些快歌的作品 和《亡情森巴姆》同時推出的另一首作品《憑什麼》 同樣是改編自外國的作品,是Shirley Lewis 的 Realistic 派給周禮謀填詞後,首先給梅艷芳唱 後來不知為何就給了三個發掘出來的徒弟草馬去唱 我在網上找不到一個理由為何這首歌會突然鬧傷包 還是司徒之間,我覺得沒所謂 既想要有女版,又要有男版也不定 也因為這樣,周禮謀在梁首歌裡都改了一些地方 首歌的主題是不想被情人管自己 又喜歡管,又喜歡封鎖,又喜歡大吵大鬧 在梅艷芳的版本就說自己的男人 就喜歡管自己,又不讓他打扮得野火 到了女主角堅持要分手的時候,那個男人又大吵大鬧 太不爭氣,好像帶女人味一樣 接著就有一句boy,不必奢望慈悲 至於男版是怎樣的,大家聽聽就知道了 憑什麼阻止我,憑什麼 憑什麼阻止我 憑什麼阻止我,憑什麼 憑什麼阻止我 你見我不多,但又要封鎖我 沒有一些不說過方 你愛我幾多,沒有問也清楚 我已決心開始再找一個 別來認錯,不必管我 未曾問過你許可 又能愛我 憑什麼 憑什麼阻止我 憑什麼 憑什麼阻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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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什麼 憑什麼阻止我 Girl 不必奢望慈悲 不必奢望慈悲 你要我怎麼 便為你怎麼 但你究竟 吸過我幾多 照鏡看清楚 自問自見怎麼過 你要我去犧牲這麼多 別來認錯 別來認錯 不必管我 未曾問過你許可 又能愛我 憑什麼 憑什麼阻止我 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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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 I know what I'm gonna do I know what I'm gonna do 行什么阻止我 行什么 行什么阻止我 走走止血发生机 人的尾门你会死 看不起你 未陪我奋迷 等来这都发生机 那泪大闹没我死 才不争气 没有女人的名 生我止血发生机 人的尾门你会死 看不起你 未陪我奋迷 从来这都发生机 那泪大闹没我死 才不争气 没有女人的名 行什么阻止我 行什么 行什么阻止我 Girl 想死整固寻死 词中蜜 词中蜜 词中有蜜 继继续有阿宝跟大家说一下周立谋和草猛的合作 之前说过周立谋很擅长写一些情欲的题材 就算不写情欲呢 周立谋写很多快歌的时候 都是写很多关于享旺自由 放纵欲望 喜欢不羁 喜欢奔放 热情 这些都是周立谋写快歌的时候 经常见到的元素 例如上一节的亡情深巴姆 就叫大家忘记这个不开心的东西 痛痛快快地玩 去狂欢 接着那首歌彭神魔 就是在投诉自己的情人 就说在这里约束着自己太多 管得自己太厉害 好烦好烦 最后想分手的时候 对方又说要生要死 大吵大闹 简直是好戏剧化的一个场面 接着来周立谋和草猛填词的另一首快歌 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首歌叫做三分钟放纵 我记得当年年少兴狂 就是喜欢去跳舞的时候 每次播起这首歌 大家都会很兴奋 尤其当唱到副歌 来罢三分钟放纵 不机的放纵 那一段 大家都会陷入一种很狂狂的状态 我觉得周立谋很巧妙地 将大家想放纵的情绪发泄 就刚刚浓缩在这三分钟里面 和在上舞台表演草猛经典舞部那首 《亡情深巴姆》比较 这首三分钟放纵 反而更加适合我们一般人 下 club的时候听着来跳舞 而周立谋在这段时期写的歌 也有很多暗藏着一种在香港97前的末世的玩乐心态 当年承诺的所谓马照跑舞照跳 大家其实对97都没有什么期望 反而在97前就很努力地去倒马 继续舞照跳 经过这么多首跳舞的快哥 草猛也形成了一个舞蹈组合的品牌 在90年代如果你说组合的话 基本上草猛是玩完了 直到后来 Twins的出现 草猛也有一段时间迷失了方向 各自发展 不过后来它们重组比以前更生猛 这就是题外话 2,3,BREAK! 2,3,BREAK! 抛开不安跟我轻松 一起舞就苦痛 高声宽敷书发心胸 一起踢走心南洋 感觉任它抛跳碰 活活的心皆撩动 将你门屈交与我 来热烈烈地放上 来吧三种放纵 不见你放纵 because of you,Baby 来吧三种放纵 来吧不计放纵 because of you,Baby 2,3,BREAK! 来吧三种放纵 不见你放纵 because of you,Baby 来吧三种放纵 来吧三种放纵 来吧不计放纵 because of you,Baby just because of you 2,3,BREAK! 起来吧三种放纵 Let your soul split for your brains Let your heart split for your knees Let's get together 2,3,BREAK! 2,3,8 2,3,8 来吧,三个钟放纵 不继续放纵 Because of you,baby 来吧,三个钟放纵 来吧,不继续放纵 Because of you,baby 来吧,三个钟放纵 不继续放纵 Because of you,baby 来吧,三个钟放纵 来吧,不继续放纵 Because of you,baby Just because of you 这几年 草猛非常受欢迎 无论四大天皇如何 争崩头 还有些后宝四大天皇如何跟他们竞争 都影响不到草猛 所以那几年 可以说出哪一只碟,哪一只碟都很好 而且每一只碟都有自己的主题 或者风格 可以说当时来说 他们走得比较前卫一些 不单止草猛那时候写是风修旗 即使是周礼貌也都是 周礼貌写了十几首歌给草猛 大部分都是快歌 但也有一些是慢歌 以下来要给大家听的这一只 我觉得听得挺舒服 歌名叫做 每一些也事情 歌词跟那些快歌相比是比较脆一些 但那种甜蜜的真诚 亦都是那些快歌里面没有的 而且这首歌亦都可以拿来求分 《来吧,说你一世一生,也应成,同用一个成》 这首是一首挺甜蜜的sidtrack 起初会发行雪清 原谅我每一次只敢笑中应 喜悟你一招 其实我以心里谈 从未说我一句 心中却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世也事情 每一世也事情 希望变你的背影 陪伴你去走过天阴与天青 三少流汗声 耐把雪已经汗清 耐把雪你一生也应声 用一个声 愿每一分也在破 愿每一秒也呼应 用我一生的岁月 同爱中精 每一世也事情 每一世也事情 呼呼呼呼 愿每一世也在破 愿每一秒也呼呼呼 用我一生的岁月 同爱中精 每一世也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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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世也都善不下 等万万万万万万 主人提及萬片分手無數跌倒 回到第113集的始終物第4節 繼續說的是周禮謀和草猛的合作 以前也說過周禮謀寫歌 可以說寫得最深刻的可能就是林奕年和劉美君 很希望有一集可以說到劉美君 但是要做多些功課才可以 而我覺得草猛的好幾首代表作都是周禮謀寫的 所以今天就找草猛來講 不過能夠在他們身上找到的 即是他們之間合作的故事就不多 唯一可以說的就是周禮謀 也有些詞作以歌手和樂隊的名字 或者形象作為歌名的作品 比如寫給郭富城的《城北思汗》 倫永諒的《誰願永諒》 何超儀的《何家淑女》等等 大部分都是噱頭之作 但是也為一些樂隊和組合貼心寫了一些相關的作品 比如為Echo所寫的一首《蝕戰》 利用了兩個人的女子組合的性質 借題發揮去講兩個女人爭奪一個情人而發生的蝕戰 至於草猛 周禮謀寫過一首《一對一》 描寫三個人同時愛上一個女子 呼應草猛作為三個人組合的特色 和第一節播過的《蜘蛛女之吻》 把草猛整個名字放入歌詞裡 一樣看到有一點點心思 可惜一對一我找不到這首歌 唯有希望大家自己有機會找來聽聽 剛才播過好幾首都是周禮謀為草猛填歌詞的快歌 很多都是由歐西流行曲改編過來 經過一些編曲高手 譬如楊振龍、金志偉、譚國正等等 將這些歌曲塑造成更加適合草猛的風格 剛才播過六首歌 不是輕快的就是節奏強勁的 現在播一首完全不同風格 一首草猛延情的作品 而且改編至日本的歌 原唱是《荷俠內保子》 當年八十年代早期是極受歡迎的女性偶像歌手和創作歌手 《月半小夜》曲就是他的歌 草猛和周禮謀改編了這首《荷俠內保子》的歌 和剛才播那幾首的風格完全不同 旋律比較沉重、歌詞也有點虛空 草猛也唱出了一種厚重的質感 或者我的形容比較抽象一些 或者你聽一下就會感覺到 是若遇上天情也許不覺是凍 仍然能扮在你走前沒有太過激動 是明白沒法再可像作天擁有著你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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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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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出道了七八年,歌路和風格都很成熟 其實出道了四五年之後,他們已經不停嘗試去玩新的東西 但他們的優點就是在玩新的東西時,仍然保持他們的風格的框架 即是不會去得太盡,譬如忽然轉玩Hip-Hop 所以無論快歌、慢歌的突破,都是在他們擅長的風格去突破 最後要帶給大家的一秒轉機,在編曲上花了不少心思 而且聽了很多年都覺得很耐聽,有一種很funky的感覺 至於歌詞的題材和意思都很特別 可以說是一個頹廢的人,怎樣一秒一秒去浪費時間 但其實他心底是很不想浪費時間,很不想個無聊 很希望他能夠有一個轉機 但這個世界的現實好像跟他內心裡面的平衡世界有一大段距離 結果在心態上就希望這個世界能夠改變 而自己就處於一個等待這個改變的狀態 一路繼續浪費時間下去 EVERYBODY SING! GO! WOW! WOWWow! WOW! WO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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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A, 而我们都过境迷离 每秒突过了 永远却不振回忌 说一说笑 无无聊 美花天心 嘻嘻哼哼 但我也不感到回味 不想再人妈妈没关起身体 我渴望最美 我会碰到一个转我机 为何仍然 迫于退避 每秒又再每秒 也一一去杀死 你我太多顾忌 世界太多顾忌 一天里 愈何地都过境神奇 死组错了我 可说不出我痛悲 真正战兰来会 未担当得起 看看有听听 教我也只好说自己 讨厌沉迷 未懒忠状不忌 我太多顾忌 最可恶世界 会变好可及我传计 反为何现实没有一点顾忌 要每秒也 也一身受害杀死 为我每一秒跌离 我也有点不管不理 仍然认九三甘相悲 我也要等真的真理 还要永久的奇迹 但我已今生继续等待 等待 等待 等你 等你 你我太多顾忌 你我太多顾忌 我太多顾忌 我太多顾忌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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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